老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中国大爷大妈们广场舞不跳都跑去玩风筝 说是要秀翻全场 在山东围坊 放风筝放的不是风筝 而是人类的想象力 从前几年的长征火箭神舟飞船 再到今年动车高铁的各种大制作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看不到 各种深海巨兽纷纷列队 动感单车砥砺前行 飞天巨坤横空出世 黑猫警长和曲经四人组 也重出江湖 葫芦娃跟随爷爷团结一心 就连打工人的心思也飞上了天 更有甚者直接请出了秦始皇 他肯定想不到 在这里会跟埃及艳后碰面 国内外团队分支踏来 形形色色不同的风筝齐聚一堂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 这么多风筝一起放 不会缠到一块吗 正常来说不会 但如果突然来一阵大风 还是会该缠的缠 该掉的掉 不过近些年 风筝越糟越大 风筝线也更加坚固 看着手指粗的绳索 只有身强体壮才能驾驭的了 像这大哥的软体面包 一个大汉都拽不住 还有这扑腾的大鲸鱼 被这大尾巴扇一巴掌 估计能直接上天 最厉害的是 这个长达160多米的中国天工号 在大爷们的操作下 居然还能现场表演苍门对接 当宇航员手持五星红旗出现的时候 我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 这场面任谁看了 不得说一句牛 位声 大家 Australia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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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was